为了宣导环境生态的重要性 并且配合学校校庆 南洋技术学院跟投诚国中 今天在竹安河口 共同举办了浸滩活动 一起来维护沙滩的干净 今年暑假历经两个强烈台风过境 造成依然县内沙滩上布满了许多垃圾 为了避免这些垃圾再度进到海洋 危害到其他的海洋生物 并且造成环境污染 南洋技术学院与投诚国中 越式矿泉水及投诚证公所 今天来到了竹安出海口 来进行浸滩动手做环保 利用浸滩活动的过程 体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并将举手直劳做环保的理念 伸直心中 并从中来学习到地球永续发展 来尽一份心力 大自然的这种美 是上天赛予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维护这一个美好的环境 必须与我们本身来做起 也是远远有着的事情 竹安活口是一个赏鸟 以及垂钓 还有自行车 这种休息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一块美好的这种土地 因为受到这种台风的侵袭 所以也会有很多的垃圾 那投诚证公所 虽然在十月份已经清理了 两千多公斤的这种垃圾 还有两百公斤的这种资源回收物 但是呢因为受到德子可吸的这种冲击 以及海上的漂流物的关系 垃圾还是相当的多 通过这样子的浸滩活动 或者是一系列的一个活动 来为我们地球呢做一些些的一个贡献 那也经过了就是说 几次的台风之后 造成环境的一个污染 学校这一边的师生的话呢 也觉得说我们应该为投诚地区尽一份心力 所以的话呢 我们呢举办了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也希望说各位的话呢 大家有听到这样讯息的人呢 都能够集体的爱护我们的地球 然后还我们地球一个干净的一个环境 南洋技术学院 投诚国中 越式矿泉水公司 以及投诚证公所 长期以来为了提升社区的生活品质 资历改善环境品质 让学校产业以及政府机关 共同营造社区整洁的生活空间 为了继续宣扬环境生态的重要性 并且配合地区学校 南洋技术学院 50周年的校庆 以及投诚国中 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 因此共同办理这一次的淨滩活动 使得活动更具有意义 一旦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